变电所陷入火海 消防员在猛烈的火势中奋力抢救 胡克兰西部重镇利维夫 在当地周二晚间遭到俄军空袭 浓浓的黑烟笼罩天际 利维夫总计有六个变电站被飞弹击中 造成市区大断电 冲击在这里避难的难民们 俄军在路轰架利维夫 而且依旧锁定西部铁路运输严线攻击 现在在乌克兰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在最后几个月,几个一周武器搜到强调国之境 画面还可有 Jude 上告的调佛 好美元往西上 消防人员在火场中拉水线灭火 临近的奥德萨周一才遭到轰炸 被弹集中一栋宿舍造成一死一伤 TVBN新闻众合报导 俄军部首停火承诺持续轰炸马里乌波尔 跟亚速钢铁厂场场内不断冒出浓烟 迫在俄军的包围下 还是有躲在亚速钢铁厂两个多月的156位平民 获得帮助 陆续从地下室重见天日 逃到安全城市扎波罗勒 5月1号乌克兰平民在工厂的残骸上 攀爬行走 坐上车退公车逃离马里乌波尔 成功撤退他们表示 要逃也希望能够留在乌克兰境内 也有人因为乌军持续住守 不能够离开难过流泪 受困平民表示 钢铁厂内的生活就像在地狱里 亚速军团指挥关正时 二军获得补给持续进攻 也企图从港口运输大批步兵 而亚速钢铁厂内还有百位平民 呼吁政府赶紧撤退所有人 避免死伤再次扩大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表示 救援成功引起敌方紧张 他表示一定还有时机 能救出更多受困平民 TVB新闻总和报道 国会议员起立鼓掌迎接自家总统 也是抗俄精神领袖 这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自2月24号 俄国发动入侵战争以来 首次踏进乌克兰国会 泽伦斯基首次现身 还找来兄弟之邦的英国首相强身 向国会发表视讯演说 强身成为第一位在乌克兰国会演说的外国元首 他称赞乌克兰人的勇敢 摧毁普钦坚不可摧的神话 强身还宣布加码总额3亿英镑的新军援 同时另一边 美国总统拜登视察反坦克武器 标枪飞弹的生产工厂 要确保供货 拜登也赞扬武器工厂员工 因为他们是协助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英雄 随着普钦可能在5月9号向乌克兰宣战 来自美国的各式新型武器 显然成为乌克兰对抗侵略的希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拜登豪气宣布高达33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预算 光是军事项目就高达204亿美元 我会在阿拉伯 去参加洛克兰工厂 制造了防弦防弦弹 我们已经送到乌克兰 由美军提供的标枪飞弹 号称抗扼神器 由雷神还有洛克希德马丁 两大军武器业共同制造 一套价格高达17.6万美元 源源不绝送上乌克兰前线 所以今天 美国已经移动5500克兰宣战 到乌克兰 因为它证明了 它在战场场上是非常效益的 战场上 乌克兰方面 不断要求美军多多提供标枪飞弹 但这对拜登政府来说 恐怕不是能够轻易达成的承诺 俄军进入第二阶段作战 改变攻击模式恐怕延长战线 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地形 也不是这么容易防守 对武器的失求 势必倍增 战况出现转变 标枪飞弹的角色更加吃重 只是它配备了大量高科技零件 罗克兰的制造根本赶不上战争的变化速度 专家更认为这样的情况恐怕也会影响到美国军售 台湾透过游龙专案采购250套的监设刺针飞弹 原定于今年交装海军部分 但雷神科技公司表示由于缺乏零件 最快2023年才能增产 2019年7月推动的对台军售案 也包括了409枚新型的标枪飞弹 预定明后年陆式交付 但按照现在俄乌战火导致需求量增加 这项承诺可能也会跳票 军事专家因此建议美方可以考虑改变支援乌克兰的方式 除了让标枪飞弹用的更有效益 美方也可以针对俄军第二阶段的作战方式 提供更合适的重型精准打击武器 以避免过度仰赖单一军事装备 只是现在不管哪一种武器都少不了高科技的零件 短缺的问题解决不了 冲击应该还会扩大 TVBS新闻 送和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